社会比拼的不是年龄大小 而比拼的是随先懂得套路和潜规则 早懂和晚懂的命运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社会比拼的是你有多少资源可以被你所用 小时候咱们的父母拿着微薄的工资 养活着一大家子人 哪有钱去开拓人脉建立资源 一年到头也见不到一个有用的人来家吃饭 小时候我的邻居同学 他的父母都是做官的 人家每天都是生日和熟人不断来家做客 父母从小就给孩子建立了良好的人脉关系 怎么处理人际关系 怎么和政界和商界的人打交道 孩子都会原封不动的学道 现在在我们这里 他办什么事情都顺顺利利 他不知道的有用的信息真的是太少 人和人真的是没法比 人家从小就站在山顶上 咱们到了成年 还在山底下爬坡 没有家学传承 什么都要自己去试一遍 真的是太浪费生命了 我们所知道的套路潜规则都是被社会现实 碰到头破血流之后才知道 这说得太晚了 比如接近一半的高考作员的父母都是教师 并不是教师的智商比你父母高多少 而是他们掌握了更多提高成绩的考试套路 套路这个东西光靠你孩子怎么琢磨也琢磨不出来 而你又不会只能告诉孩子努力学习 少玩游戏 可这又有什么用呢 再比如 在烟草店里铁路工作的父母 他们的孩子也很容易进入到这样的单位去工作 因为他们的父母有人脉关系 甚至会给孩子提供别人不知道的信息 顺利考进去 信息差永远是甩开和别人的最好的距离 还有 现在很多人想考公元 但是在体制内的家长 会让孩子选择学习什么专业 这些专业不一定是最好的 但一定是公务员岗位需求最多的 到了工作岗位 普通人家的父母只会告诉你 要好好工作 要老实的做人 要本分的做事 这些大道理都懂 可是你真的要是这么去做的话 在单位你绝对是吃不开的 在单位晋升的问题上 父母也告诉我们要和领导好好处理关系 可我们的父母都不会处理和领导的关系 当然就不可能告诉我们 如何把领导的关系处理好 唉 说多了都是眼泪 在学校就应该懂得社会道理 咱们到了四十岁之后才懂 到了这个年龄 就算懂了 又有什么用了 一切都完了